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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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今天的小孩三點鐘 爸爸媽媽鬆一鬆 嘩 今天 今天先介紹自己 我是阿拉 我是三女姐姐 我們今天做什麼 我們今天 開始之前 不如我考一下你 今天有難關 原來要考我 你知不知道 在地上最大的東西是什麼 最大嗎 我知道 最大的東西一定是外星人 對 外星人是最大的 我看電影是這樣的 錯了 錯了 最大的就是 大將 原來最大的 大將 你知不知道那隻大將有多大 有多大 我猜 有一個香港那麼大 那你又 誇張了一點 誇張了一點 有多大 對啊 不如說一下他究竟有多重 好啊 其實一隻大象 一隻成人的大象 大概有多過一千公斤 這麼重 一千公斤 一千公斤 有多少個我呢 或者小寶寶有多少個小寶寶 大概有三十個小朋友 有這麼多 原來一隻大象 一隻大象 有三十個小寶寶 即是三十個你 是啊 但如果他的寶寶呢 我看有時候 那些圖有寶寶 小隻一點 剛剛出生的寶寶 大概有100公斤 100公斤 大概是三個小朋友的重量 對 對 都很重 是啊 那麼重呢 你猜他們一天要吃多少 一天要吃多少 我猜他們要吃三餐 一天要吃三餐 對 都要三餐 我們任何人都要吃三餐 所以我覺得大象 都要吃三餐 是啊 他們一天起碼都要吃三餐 但是他們的三餐 比我們很多 是啊 他們至少一天都要吃200公斤的食物 哇 200公斤 哇 那都真的很多 是啊 多到我都想不到多少 是啊 原來大象吃這麼多食物 嗯 但是大象我發現 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質 是其他動物沒有的 就是他有一條很長的 鼻 鼻 那究竟有多長啊 鼻 我猜一下 嗯 十米? 有沒有十米呢? 十米啊 嗯 好像太長 對嗎 十米就很長了 哦 一米? 嗯 一米就是 中間 一道門 對嗎 哦 那就是大象多長呢 一個大象的鼻 其實大概有三米 就是三米 三米有多長 大約 大約好像一層樓 就是一個層樓 這麼高 哦 原來大象的鼻 就等於我們家裡 由地上 對 上到天花板 這麼長啊 哇 原來鼻也很長啊 是啊 所以他們喝水的時候 可以直接 在地上喝水 吸上去就可以了 是啊 我看那些動物片的時候 那些大象都是用鼻子 這樣伸進河裡 然後咳咳咳咳 咳咳咳 很多水 他們咳咳到多少水啊 一次過咳咳咳 這樣 他們一次過可以吸到 好像很多公升 我記得 二十公升 哇 二十公升啊 差不多有 二十支可樂 一公升的可樂 哇 哇 很多啊 難怪 大象是陸地最大的動物 又重 又長 鼻子 吸水又多 所以姐姐 那今天 大象跟我們今天做的東西 有什麼關係啊 不如我們先看看 這張圖 是啊 有什麼事啊 咳咳 這是什麼 咳 咳 我看看這個 好像是那個象鼻 嗯 這個呢 就好像不是 不是啊 反而是 它附近 有些 就是在鼻子附近的 哦 我知道了 是牙來的 是啊 其實呢 這個是象牙來的 但是為什麼 會拔掉它的象牙出來的呢 對呀 為什麼呢 原來呢 有些人呢 特地把大象殺死了 然後呢 拿它的牙去賣 還有去製造一些飾物 哦 那是不是牙很漂亮啊 所以那些人就要拿去賣 其實 呃 也有部分原因 有些人覺得它的牙很漂亮 嗯 也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牙是很值錢的 哦 是啊 所以那些商人呢 就為了賺錢 所以呢 就拿它的牙去賣 哎呀 很殘忍啊 是啊 原來我們每一隻牙 就會殺死一隻大象的了 嗯 哦 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 原來呢 拔掉了大象的牙 大象就會死了 是啊 所以我們呢 是不應該去買 或者是買這些象牙的物品 嗯 嗯 保護動物是最重要的 是啊 嗯 那好了 今天我們呢 不如一起製造一個 跟大象有關的手工 好嗎 好啊 今天製造大象啊 好啊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象頭和象臂 是啊 但是好像有些可以玩的 對嗎 不過我最後才教你怎樣玩 好啊 那首先呢 就教大家怎樣製造這個手工 好 看看今天要預備些什麼的材料 是啊 我們呢 需要一些的色紙 是啊 如果你們沒有色紙 不要緊要的 你家裡拿些白紙也可以 是啊 另外呢 都要準備少少 很小張都可以的 是啊 的白紙 另外一些的簡單的工具 膠剪 是啊 筆 筆 雙面膠紙 是啊 如果沒有雙面膠紙 怎樣啊 我真的可以用膠水的 是啊 是啊 還有膠紙也可以 膠紙也可以 哦 OK 現在家裡的小朋友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會做一個 跟剛剛來的小朋友看一下 我們今天會做一個 跟大笨象有關的東西 你們可以慢慢去收拾你們的物資 但如果還沒收拾到的話 都不要緊 可以結束了節目之後 再看看 再收拾 都還沒遲 是 是的 好 那我們怎樣做呢 首先 最好可以拿一張A4紙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以 我們可以有個 這裡有個鏡頭 是的 一張A4紙 會比較清楚 等一下 A4紙會比較好 你可以直接摺一個 三角形出來 哦 首先呢 小朋友要拿一張A4紙的大小 之後呢 就找一個角落 就摺了下去 是的 就像我這樣 哦 是 摺了一個梯形出來 是 摺了一個三角形 嗯 這個三角形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待會呢 就只會用這個三角形 所以我們在這裡 多了這個部分 我們就再摺起它 那待會就可以摺走它了 哦 OK 那麼呢 對啦 小朋友就留意了 對摺了一下之後呢 會多出一個長方形的部分呢 我們將它 待會剪走它就可以了 對啦 好 那轉完之後呢 你打開呢 就會看到呢 應該是有 兩個三角形 和一個長方形的 是 看到 那我們呢 就沿著一些線呢 就剪開它 哦 沿著一些線剪開它 是的 對啦 所以正話 正話 修理姐姐都說啦 我們摺出來呢 就會有兩個三角形 和一個長方形 哦 所以呢 剪完之後呢 應該會有三張 三個圖案出現的 對啦 對啦 好 對啦 搞定啦 那就變成兩個三角形 和一個長方形了 對啦 好 那這個長方形呢 你可以放在一邊 待會再用 啊 還有用的長方形 不要丟啊 知不知道 好了 那我們就拿其中一個三角形出來 嗯 然後呢 在它下面這裏呢 就 輕輕拿一隻 大概拿少少部分 嗯 那你就可以摺起它 哦 即是呢 三角形的頭頂位呢 就向下摺 是啊 但是不要摺下去 我想呢 大概留下小寶寶三隻手指位 對嗎 是啊 三隻手指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呢 就可以拿到另一張呢 同樣 都是摺大概這個位置啦 那你可以把它搭在上面 那然後呢 就找回它大概這個位置呢 我們都把它摺上去 哦 OK 好 那 對了 好了 好了 現在是有兩個 這樣的 摺了的三角形 有兩個 是的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拿其中一個 然後呢 我們呢 就要 做一個飲館 那樣的 那如果你說你家裡呢 即是像這個這樣 那如果你說你家裡有飲館的話呢 那你可以直接用一支飲館 那如果你說沒有啊 那你可以呢 用一張紙掣呢 把它捲成 一支飲館 哦 哦 是的 那即是小朋友呢 就拿一條長條形的紙呢 就捲起它 那它捲出來呢 有個洞 是的 就好像一支飲館那樣 是的 那接著呢 我就會拿膠紙呢 這樣就黏住它 是的 那讓它呢 就保持一個飲館的形狀 是的 飲館的形狀 這裡給小朋友看一下 是的 是的 那個鏡頭在這裡 看著 看到是不是 一支圓形的飲館 一支圓形的飲館 哦這個用膠紙貼起它就可以了 是的 好 搞定了 哇 就是珍珍奶茶 是啊 很開心 是的 那重複一下 如果有些小朋友 如果家裡有飲館 就不用做這支飲館 用回家裡的飲館就可以了 是的 好 接著呢 我們就拿雙面膠紙出來 嗯 這樣就撕一點 嗯 我們就黏在剛剛摺起了這個三具形上面 哦 黏在中間這個位置 哦 看到 黏在中間的位置 對 然後呢 我們就撕走它 然後我們把飲館 就可以黏上去 OK 明白 那就變成這樣 嗯 好像那架帆船一樣 像不像 哈哈 我的 我的照片 你的旗 有個船形 再加一支船桿 是的 然後呢 我們剛才有個長方形的 記得 記得 這個長方形呢 我們可以把它 打直剪一半 打直剪一半 是的 就會剪了鼻子 好 那就等 等一下 剛剛進來的小朋友 我們今天就弄一個 跟大笨像有關的玩具 好 這樣就弄完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黏在上面 同樣呢 都可以用這個雙面膠紙 是的 如果沒有家裡沒有雙面膠紙的小朋友 用膠水 或者漿糊筆 都可以 是不是 是的 那 這次我們就黏在這個飲館上面 哦 好 看到 好 接著呢 我們就直接把一張紙貼進去 哦 好 鼻子呢 就黏在這裡 哦 意思呢 鼻子呢 你留意一下 又不能黏得太高 是的 要剛剛跟這個小三角形是一樣的 是的 好 那接著呢 你見不見我們剛才那隻象呢 咦 有兩隻牙仔 哎呀 這個就是外國的象牙 是啊 那如果有些小朋友說 我都想 我的大半象上面呢 有兩隻牙仔 那你可以留一張白紙 大概呢 就畫一個彎彎的月亮出來 哦 月亮 是的 記住哦 月亮有分 這個滿月 還有這個叫做 未月滿的月亮 是的 我們做個彎月就很容易了 是的 然後呢 我們呢 又把它剪出來 是 哇 這個比較小隻 這個 小朋友可以畫大隻 哦 不要緊啦 做個小朋友的 這個是一個小 小寶寶的牙 小象寶寶 是的 然後呢 我們呢 把它剪一半 哦 剪一半 再剪一半 所以就會變成兩隻牙仔 哦 那可以在鏡頭看看 哇 果然真的很小隻 是啊 有兩隻很淺 就是剪一個 剛剛刪出來 剛剛刪出來 剪一個彎月之後呢 就再把它剪一半 是的 然後呢 我們這次呢 就可以用漿糊筆 或者膠水 嗯 大概在這裡塗一點膠水 是 看到 然後呢 就黏在她的鼻子的旁邊 哦 哦 對 好了 另一個也是這樣 好 那讓三六姐姐拿高 給小朋友看看 那張 鼻子 不是 張牙黏在哪裏 待會等它黏完 好 這裡 好 給小朋友看看 哦 原來在一條鼻子 一條很長鼻子的 對 對 旁邊兩個呢 有隻小牙齒 對 剛剛刪出來的牙齒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撈上剛才另一個三角出來 嗯 接著呢 我們呢 就會把它呢 蓋在上面 對 蓋住它 對 蓋之前呢 就可以先塗上膠水 這樣就可以塗上旁邊 的位置 對 塗滿它就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貼在它上面 貼在它上面 貼在它上面 OK 那就看不到呢 裡面有支音館了 哦 對喔 遮住它喔 就是後面和前面 是不是後面都沒有 看看 看看後面先 對喔 後面和前面都看不到支音館的 遮住了 終於到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呢 就幫它摺一隻耳朵出來 是啊 沒錯 醬被弄了 這個時間就做醬的頭 對 剛才三角形呢 還有兩隻角的 是嗎 是 那我們呢 就 左邊 把它輕輕摺下去 哦 向下摺 向下摺這個 又是摺了三角形出來 哦 好像耳朵了 對 另一邊也是這樣做 然後摺進去 那你說 原來我現在不想它的耳朵扔來扔去 那我可以呢 就拿些 張毛筆呢 又再貼 貼住它 哦 那讓它呢 不要 迫來迫去 你的耳朵 嗯 即是貼穩大象的頭 好了 好 那耳朵呢 就完成了 哦 終於有個象頭出現了 那我們現在差些什麼 對 差些什麼 就是差它很精明的眼仔 眼仔 沒錯 我們剛才問了一張白紙 是 我們這次呢 就畫一個圓形 哦 其實應該要畫兩個 大概差不多這麼大 嗯 嗯 你說 我想它的眼睛大一點 有趣一點 對 那你就可以畫大一點 沒錯 可以 對 我希望我的象仔 可以有半面那麼大的眼睛 都可以做 對 五元銀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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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也要做 好了 那我就把它剪出來了 對 對 就是我可不可以畫上去 我看 其實 都可以的 哦 那你說 我直接 用一支 面膜的 在上面 畫 又可以 但是 我都想它很精靈 精靈一點 那我就 剪一個圓圈 然後再畫個眼珠給它 對 就是令到眼睛的層次多一點 對 可以精靈一點 對 眼睛 我可不可以讓它有些眼睫毛 我真的有些眼睫毛 當然可以 等一下幫你畫 好 其實有很多創意 最重要是小朋友 喜歡怎樣就怎樣 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幫它化妝也可以 對 好 接著我們就在上面畫眼珠給它 對 眼珠 你可以用黑色的筆 原子筆 或者是marker都可以 又漂亮 有兩隻眼仔 對 圓圓圓圓的 嗯 這個眼呢 完全是我們這個大象的精髓來的 因為 始終 整手工的時候 沒有理由 沒有隻眼而已 眼是靈魂之槍 貼了出來就完全不同了 好 先看看這隻大象的眼睛 讓我看看 嘩 好可愛 果然 有些 經常做手工的 有些特色的眼睛 是啊 如果小朋友在家裡咬也可以用 是啊 可能小朋友做手工的 老師在家裡 會給一些大大的 會動的眼珠 都可以貼上去的 然後我們就塗 張護筆 嗯 然後呢 又貼在 他的 臉上 臉上 哇 好厲害 是不是已經大功告成 是啊 然後呢 你就可以幫他化妝了 是啊 是不是要眼睫毛呢 是啊 最好 畫幾粒眼睫毛給他 嘩 這個大象很特別的 OK 然後呢 他的鼻呢 你可以幫他畫些 紋給他 是啊 畫些紋給他 是啊 好了 嘩 我想最刺激的部分 來了 是啊 那究竟就是 弄完大象 做什麼呢 咦 我們呢 待會呢 是幫他可以 有些動動的 哦 動動之前呢 又有個竅門 是啊 又要先做 剛才叫大家拿筆出來 沒錯 那這支筆呢 我們呢 把大象呢 反到後面 反轉它 然後呢 在他的鼻那裡 沿著這支筆 捲上去 哦 對 因為大象呢 如果小朋友留意到 大象的鼻是會彎的 對不對 不會直不甩的 所以呢 我們拿筆來 弄得好像彎彎的大象 對 那他捲完之後呢 就是拿開筆之後 他就 好像彎彎的 是啊 沒錯 好了 那接著呢 這個大象的精髓 是 是啊 大象精髓做什麼呢 嘩 厲害了 他這個鼻呢 是可以彈彈一下 嘩 這麼厲害 那我教一下大家怎麼玩 好 好了 那剛才不是說要滋飲罐的嗎 滋飲罐呢 是啦 我們待會呢 就要把它呢 就是把口在這個位置 吹它 那他的鼻呢 就會動的 是啦 好了 那我們不如一起來示範一次了 好了 我們哪一支是製成品 是啦 現在我們輕輕這樣 是啦 好了 那我們試一下試 好 1 2 3 嘩 嘩 你看看我小朋友的鼻式動的 你看看 嘩 嘩 嘩 突然之間好像喝水一樣 哈哈 那他的鼻呢 就會彈彈一下 啊 我發現原來他越曲會越彈得厲害 是啊 所以你們捲他的鼻的時候 就可以捲多幾下 嗯 那他就會曲一點 嘩 好可愛喔 嘩 今天呢 多謝三女姐姐教我們 有一個這麼脆智的 是啊 是啊 我們家裡有一些叫吹BB 不知道小朋友有沒有呢 其實都類似這樣的原理 都是一吹的時候 他就會彈牆 一吹的時候就會彈牆 一吹的時候就會彈牆 很可愛的 是啦 所以呢 我們今集呢 有一個挑戰給小朋友 是啦 就是 最長臂大獎 是啦 那我歡迎小朋友呢 做一個你覺得 你心目中 最可愛的大象 再加上是什麼呢 看看鼻子有多特別 有多長的 希望收到一個屬於你的作品 是啦 那我們什麼時候截止 我們是4月17號 是啦 星期五的12點鐘 如果你們弄完了你們的作品 你們就可以貼在我們這裡的 Facebook的comment下面 是啦 等著你們的作品 希望我們可以收到你們這個 最長鼻子的大象 是啊 是呀 好 這個時間呢 又是到我們 星期一 不是星期二 今天 我們呢 又是到我們的 頒獎時間 頒獎時間 好 我們先看看 上個星期呢 做了兩樣東西 一個叫做最有趣 滾蛋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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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是來自 而且呢 阿蘇憶小朋友 做出來的 哇這個非常可愛 滾蛋大獎 對啦 我覺得呢 她的注意方位 在於 即是我覺得好看 她的笑容 很特別 對呀 還有我覺得她色彩繽紛 有很多圖案她自己畫出來的 但我最喜歡都是她的嘴笑 是否有心意 微笑 會心微笑 恭喜Zoe小朋友 另外一件事 厲害了 這也是Zoe小朋友做的 這個叫做有共情稻草人小風鈴大場 這個我真的覺得不得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風鈴給我第一眼的感覺 很多細緻的位置 這條條的位置 看見到嗎 他給了很多心機去設計風鈴 究竟掛了什麼東西進去 我很喜歡他這個設計 還有他那些顏色都很漂亮 用了很多不同的顏色在上面 我覺得很大對比 很感謝Zoe小朋友每次都很用心製作 和他家人都很用心製作這些小秀工 讓我們看到他們的創意 所以恭喜 恭喜 歡迎你 就inbox我們 我們就會寄一些禮物給你了 是的 好啦 那麼呢 嘩 又整完我們的… 即是頒完獎啦 又整完我們的手工之後 這隻手又… 骯髒了 有時候洗手吧 小朋友齊洗手 假裝 Wash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Keep virus away Wash hands everyday Keep virus away Wash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Keep virus away 好好洗手 好好长大 Hooray! Virus gone! Wash hands Wash hands洗手了 又回來了 我們今天希望收到你們的作品 收到的趣旨 還有記住要收到整個地方提醒你們 我們記得千萬不要買賣醬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大份醬 沒錯 我們今天的小孩三點鐘 爸爸媽媽鬆一鬆 再見 我們要看見 可以去參加